親愛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也很高興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在這邊信拜神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與你同行 與你同行 我們知道穆迪他是一位步道家 那有一次他去步道的時候 也吸引了好多人來聽他的步道會 那回去的時候他朋友就問他說 今天步道會好嗎 今天步道會好嗎 他就說有人來到你面前嗎 有人接受耶穌基督的福音嗎 穆迪就說有 他就說那有多少人悔改 這位穆迪步道家就說兩個伴 他就說兩個伴 他的朋友就問他說兩個伴 是兩個大人一個小孩嗎 穆迪就說不是喔 是兩個小孩一個大人 怎麼會是兩個小孩一個大人 他的朋友就繼續問下去 他去目擊就說 因為孩子的一生有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大人等到他年紀大的時候 他的年紀只剩下孩子的一半 所以他說有兩個伴 是因為孩子的一生還有很長的時間 可以不是神 大人的一生可能只有伴 所以我們知道當我們越早認識神的時候 我們與神同行的時間就越來越長 我們與神同行的時間就越來越長 我們現在世界上的人口越來越多 世界上的人口越來越多 已經大概到七十億以上 已經大概到七十億以上 每一天二十四小時 都有兩萬個人出生 每一天二十四小時 在我們這個地球裡面 都誕生了兩萬個人以上的生命 今天我們活在一個這麼擁擠的環境裡面 你有想過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如何被分別出來 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如何被分別出來 你的生命有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在這七十億人裡面被看見 在這七十億人裡面被看見 也就是說今天你說話的方式 還是你拿聖經的方式 還是你在職場上工作的態度 有什麼事情 是你可以在這七十億裡面被分別出來 如果只有一件事情 能證明你是基督徒 你要用什麼事情來證明你是基督徒 別人看到你的時候 你要讓別人感受到什麼 來證明你是基督徒 同樣的摩西今天也說了這句話 摩西也有這個想法 他說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摩西同樣提出這個問題 他說人到底要怎麼知道 我們跟其他人是不一樣 怎麼知道 摩西到最後他說了 在這一節的後半段他說 豈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 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 摩西說作法是什麼 豈不是因你跟我們同去 豈不是因耶和王跟我們同行的時候 我們才能跟其他的人有分別 今天以色列怎麼被分別出來 以色列人怎麼被分別出來 因為神跟他們同行 因為神跟他們同行 所以今天我們是穿著我們的氣服 穿著耶穌愛你 然後在我們的車子上面貼了一條魚 讓人家知道我們是基督徒 還是我們跟神同行 讓人家看得清楚 神的光在我們身上照耀 我們知道摩西他的臉曾經發光 他的臉曾經發光 在34章的時候 他提到摩西的臉發光 為什麼摩西的臉會發光 因為他跟神相處了一段時間 他祷告他跟神對話 他敬拜神他親近相近 所以他的百姓看見 我們的領袖身上 有從神來的光 有從神來的光 當你跟神同在的時候 別人就看見你不一樣 因為你的身上有耶和華的光 耶和華的光把你的內心 那個愛照出來 耶和華的光把你生命的特質照耀出來 是屬於你跟別人不一樣的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跟神同在 那你就如同法利賽人一樣 法利賽人清楚的知道 所有的律法 你告訴他你背得出來嗎 他應該從第一階到第十階 他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背出來 但是 他沒有跟神同在 他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是一直堅持 我要怎麼遵行這些律法 而他沒有跟神真正同在 他沒有在神的愛裡面 他的生命是枯萎的 如果你把金句都背得很熟 可是在你的生命裡面沒有神 那你就如同是一台法拉利停在旁邊 可是他卻是沒有引擎 他是開不動的 他只能讓人家看 你如果把神的金句背得很熟 但是你沒有行出來的時候 你就如同一台列表機 可是裡面沒有墨水 你就如同一台電腦 可是裡面沒有硬碟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摩西告訴我們 我們如何在萬名當中 在七十億人口被分別出來是 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 耶穌曾經問門徒一句話 他說 你們也要去嗎 耶穌問這句話的前面一段 他這樣寫 他說 從此 他門徒中 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當耶穌告訴他 你們要成為這世界上的幫助 他的門徒做了一件事情是 從此 多有退去的 不再和他同行 主的愛是要我們彼此合一 可是有許多人聽到說 哇 神的道這麼的難 我要堅持他的道 這麼的辛苦 我要這麼的愛人 這時候有許多人 他們就退去 可是主耶穌說 你也要跟他們一起去嗎 當別人聽到 哇 這麼辛苦的時候 他們退去的時候 當他們看見 他們只想要去追求 世上的快樂的時候 耶穌說 你們也要跟他們一起去嗎 耶穌用一段很短的話 你們也要一起去嗎 就可以刺中我們的心裡面 就可以刺中我們的心 如果今天耶穌問你說 你們也要一起去嗎 或者是你們也要來跟隨我嗎 你會說我考慮一下 還是馬上說好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都知道 耶穌基督的信仰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們要時常問我們自己 我們看中這個信仰嗎 我們看中這個信仰嗎 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裡面追求的就是 成功 錢財 我不知道大家這幾天有沒有看到一篇報道 這個人大家知道是誰嗎 麵包超人 對不對 麵包超人的作家在前幾天過世了 那你知道他留下來的財產有多少嗎 有四百億 那有人領嗎 沒有 因為他後面他沒有生孩子 那他的太太也在幾年前過世了 所以新聞大篇幅報導說 也沒有大篇幅 又有報導說 他的財產沒有人領 當我去買早餐的時候 旁邊有一對年輕人就說 哇怎麼不給我啊 如果我認識他就好了 可是 當他的朋友跟他說 他怎麼可能給你 他就說對啊 等一下去又要開會 好煩喔 因為他到公司裡面 等一下後面有一個重要的會議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內心裡面 我們都深深的知道 平安是從內心裡面放出來 今天不管你的外在 你開一台好車 你做了一個很高的職位 但是 當你的內心裡面 沒有平安的時候 其實你回家還是覺得空虛 其實你回家還是覺得空虛 所以我們知道 真正的平安是來自於內心的 真正的平安是來自於內心的 為什麼我們這麼 這麼的努力要追求跟神同在 為什麼神要要求我們跟他同在 當你跟神同在的時候 你的家庭 你的功課 你的事業 會蒙受他的祝福 因為當你跟他同在的時候 神的話語會在你的心裡 成你的幫助 而且他會時時刻刻的提醒你 你要怎麼做 你會更多的愛人 你會更多的付出 你會更多的服侍 所以你的一切都會蒙神祝福 你的一切都會蒙神祝福 今天我們從經文中我們知道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領導人 他要帶領這群百姓 但是他在帶領這群百姓的時候 他沒有要求神給他更高的職位 他說什麼 你要跟我同在 你要跟我同在 其實我們從經文裡面可以看出 摩西是一個孤單的人 他是一個孤單的人 他在這麼多百姓裡面 他是一個孤單的人 他是一個孤單的人 我們看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在《出埃及記》33章12節 摩西說 耶和華 你吩咐我說 將這百姓領上去 卻沒有叫我知道 你打發誰與我同心 摩西他的孤單在哪裡顯現出來 你沒有告訴我 誰要跟我一起去 你沒有告訴我 誰要跟我一起去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件事情 神也沒有告訴你 誰會支持你 神也沒有告訴你 誰會支持你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孤單 我們會覺得難過 當我們在外地讀書的時候 當我們在外地工作的時候 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會覺得很孤單 你會覺得很難過 當神呼召摩西的時候 他跟他說 你卻沒有告訴我 誰要跟我同去 摩西很孤單 他不知道他要怎麼辦 他雖然是一個領導人 可是 他找不到誰是跟他同行的 他在這麼多人裡面 他找不到一個人 可以跟他同行 他怎麼辦 他那時候內心很孤單 他要帶領這些人 再來 他很害怕 為什麼他很害怕 因為他要帶領他們 往一個地方去 是他們不知道 是他們不知道的 當神呼召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他們在那段路程上 會遇到什麼事情 他們不知道 就如同我們今天要去爬玉山一樣 在路上我們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摩西他的內心很害怕 他要帶領這群人 他們吃是不是一個問題 他們睡是不是一個問題 他們裡面有沒有人會生病 一樣摩西都會遇到 所以他的內心充滿害怕 再來 他不只孤單 他不只害怕 又沒有人支持他 當我們看摩西的時候 你看見摩西的時候 他很熱心的告訴這些百姓 應當性 耶和華 尊主為當 可是他的百姓怎麼樣 我們知道 當他去山上的時候 他的百姓在底下 拜偶像 建造偶像 這件事情的摩西很生氣 神殿很生氣 所以 在33章 他一開始就說 神就說 我曾啟示要把以色列人 帶到牛奶與壁之地 但是 你們犯了大罪 因為你們建造偶像 你們離棄神 不過因為我已經答應你們的列祖列宗 所以 我一樣會把他們帶去 可是 我不跟你們同去 今天在你的生命當中 如果神跟你說 你今天考上那一所大學 一定會上 但是在你讀大學的時候 我不跟你同去 神跟你說 今天 你到年老的日子 你可以活到80歲 可是在你的生命當中 我都不跟你同在 你的內心會怎麼樣 你的內心會怎麼樣 你會抱怨神 你會怨恨神 你知道摩西做了什麼事情 他更多的肯求神 跟他同在 他沒有罵神 沒有 沒有做了一間 就直接離開 他說 我要你更多的跟我同在 我要你更多的跟我同在 在前幾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他說 當你在這個深山裡面 當你在荒郊野外迷路的時候 你有兩件事情一定不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 太陽太大的時候 你不要在外面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要保持你的身上 不要被雨淋濕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找一個 可以遮蔽你的地方 可以遮蔽你的地方 因為太陽太大的時候 你可能會中暑 當你身體濕了 你可能會感冒 而且你可能會體溫流失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 盡量可以 你要躲起來 你要找到一個 可以遮蔽你的地方 你要找到一個 可以遮蔽你的地方 提供你一個適合的環境 讓你的體溫 都保持在一個 原本的體溫 當然 我們現在的體溫 讓你得到一個 健康的身體 同樣的 這個專業意見 也可以用在 我們的生命當中 在 以賽亞書四章五節 他說 因為在全榮耀之上 必有遮蔽 必有停止 在白日可以得 印避暑 也可以作為長生之處 躲避狂風暴雨 神說 不管怎樣 我都會保護你們 不管怎樣 我們都會保護你們 所以摩西當他聽到 神跟他說 我不要跟你們同去 他沒有一下就走了 他說 我要更多的跟你同在 在今天我們讀的十一節 他說什麼 摩西跟神對話 就如同朋友一般 就如同朋友一般 他抓住了神的應許 他說 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他抓住了神的應許說 你不是說你認識我嗎 我在你眼前也蒙了恩 所以如今我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將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認識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這名 是你的名 摩西抓住了神的應許 他沒有這樣就跑了 他沒有這樣就跑了 他說 神啊你要更多的來充滿我們 再來神就回答他說 我必親自與你同在 使你的安息 同樣的摩西也這樣代求 他的百姓 他說你也要跟這群百姓在一起 因為當你與我們同在 別人就把我們就在這名當中 被分別出來 被分別出來 親愛的弟兄姊妹 摩西在他的生命當中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是他求神跟他同在 雖然神跟他說 那邊是流奶與蜜之地 可是摩西的觀念是 我不管未來如何 多麼豐盛 我們會得到多少的資源 我們會賺多少的錢 我們會得到多少的人民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不跟我一起去 我就不上去 你不跟我一起去 我就不上去 同樣的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也要知道 當我們缺乏神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會非常的苦苦 我們的生命會非常的辛苦 在我們的教會也是 我們要更多的尋求 神跟我們同在 我們要更多的尋求 神跟我們同在 在新約裡面 也有這樣的觀念 他怎麼說 你們若藏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你們若藏在我裡面 我也藏在你們裡面 有一個陰雅的 研究亞龍的科學家 他這樣說 他說 當孩子一生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他會說話 因為他會聽 他的聽造成引發他會說話 他開始學習去聽聲音的時候 他開始學習 他開始學習 他就開始學習 要發出 的聲音 今天我們更多的 聽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多的 把神的話 行出來 所以在 以撒亞書50章 他說 今天我們要更多的 聽神的話 我們就能更多的 來幫助神 更多的跟神對話 更多的跟神對話 曾經有一個故事 他這樣說 他說 我們知道百慕島三角洲 他都會讓很多人 就消失了 就迷失了 所以 在那裡面 有人說 那邊有一隻美人魚會唱歌 每一次當人把船 開到那裡的時候 那隻美人魚就開始唱歌 當他一唱歌的時候 船就翻了 那些人就不見 那有人就說 那美人魚唱歌 那我們應該想一個方式 所以有一團音樂家 他們就說 好 那我們也搭船出去 載一些人 他們一出船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拉小提琴 拉大提琴 開始吹喇叭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平安的回到原地 為什麼 他們沒有用逃避的方式 他們用充滿的方式 讓他們的耳朵裡面充滿了音樂 不再聽到美人魚唱歌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當我們更多的讓神的話語 進入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會發現 你所聽到的是神的聲音 你所聽到的是神的聲音 救援的先知很聰明 他們也把神的聲音 放進他們的心裡面 所以 在他們的禱告裡面 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他們都說 照著你所說的而行 因為主你曾說 正如你所應許的 照你的話 在他們的禱告裡面 他們同樣抓住神的話語 所以他說 主啊你不是對我說過這句話嗎 主啊照你所說的 你應該大大的祝福我 主啊照你所說的 我們應該凡事都會 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都會保守我們 今天主的話 藏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內心會跟他 越來越合一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所行的 都會蒙他祝福 我們所行的都會蒙他祝福 所以 耶穌基督也不怕 試下這樣的允許 他說 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因為當我們更多的 讓神住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神的話語就成為我們 生命中的幫助 他也不怕 賜給我們這樣的應許 是什麼 把你們祈求的 就給你們成就 把你們祈求的 就給你們的成就 在美國一個銀行大道 他叫做利薩爾 他被問當作 為什麼你要去搶銀行 他只用了一句簡單的話 因為那裡有錢 他被問他說 你為什麼去搶銀行 他說 因為那裡有錢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主耶穌如果說 為什麼你這樣的什麼 你要如何找到一個 幸福的根源 你要如何找到一個 幸福的根源 主耶穌說 人生的幸福要在哪裡找 摩西今天清楚的告訴我們 要跟神同行 要跟神同行 別人如何看到我們 在這七十億的人口裡面不一樣 因為我們與主同行 因為我們與主同行 我們要來唱這首歌 帶我進入年同戰 我們先聽一次 一伯子欺增 那運нос 剩下了奔用 一伯子欺增 那你奔用 你的一貴覆 你奔用 我奔用 我心笑 若替 上你 呔用 名 一開电 名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充满足,只听了现在。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刻骨,你永恒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揽上每个爱护你的心。 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同满着你与我们相遇。 这首歌,他的歌名叫做《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他说,万俊叶佛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你的愿,我心肠肉体向你无欲。 今天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是, 在早上我骑摩托车,因为我不知道外出这么冷,所以我没有穿外套。 那我穿了短袖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好冷喔。 可是我的心里忽然有一个想法是, 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会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他们一样, 在这么早的早晨,他们早起为了一件事情, 是为了要来这个圣殿里面去拜祭。 我想我们内心有一个很深的渴望,是我们能够更多的余生同在, 我们渴慕神的话语。 我想,神也一样欢喜的,欢迎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再次一起来唱,带我进入祢的同在。 万君之夜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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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一句說得很可愛 我羨慕不可教你的緣語 我心長若聽起來我記錄的夢想語 在我記錄你的同在 我不滿足 只停留現在 在我記錄你的同在 我心刻不可教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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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記錄你的同在 我心刻不可教你的愛 在我記錄你的同在 我心刻不可教你的愛 在我記錄你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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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刻不可教我的愛 我身皮環 我心刻不可以 我心刻不可以 和言之 你要带领这些你的同学 你要跟同学相处的时候 别人如何看见你不一样 他们所看见的 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 有神的爱跟你同行 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 是一生爱你 我们都很熟 在我们的周报里面 十四页我们有 他说一生爱你 亲爱的宝贵耶稣 我愿意一生爱你 有我们一生都能够荣耀生的命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一生爱你 奥贵耶稣 你爱他的你感觉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提起了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赴回头 一生爱你 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 爱你是我的心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爱你 一生荣耀你 一生奉献 一生不回头 一生爱你 跟随你 我们一起恭喜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主生命的言语在我们心中有多少 我们的心就有多少 主你的话语曾经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 但主我们要求你教导我们 求你提醒我们 唯有接受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跟真正的安息 跟真正的安慰 主耶稣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有活泼的人力 使我们能够看见未来的盼望 就如同你代理摩西一样 他说主耶稣 如果你没有跟我们同去 我们就不要去 主耶稣我们要求你更多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在每个早晨都能够受到你的提醒 听见你的声音 求主让我们更多的经验 你更多的认识你 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 因为你的话语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靠住你 我们要必然得胜 也能够承受那全辈的祝福 因为你的应许说 你要藏在我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 谢谢主 让我们今天一起聚集在这边 我们将祷告都是光耶稣基督声明 阿美